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事件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公元1630年8月,一代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临持三千多刀而死,其血肉都被百姓分而食之。 然而纵观袁崇焕一生征战无一败继,还数次从后金的铁蹄下挽救明朝。 因此从古至今,许多人都说袁崇焕死的冤枉,但也有人说袁崇焕是汉奸,死不足惜。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袁崇焕到底死的冤不冤。 人们之所以说袁崇焕死的冤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攻击,而袁崇焕一生最大的攻击有两个,一是宁愿大劫,二是宁静大劫。 公元1626年,诺尔哈赤率六万精兵渡过辽河,准备直击山海关。 一时间,山海关总兵杨林调集大军监守,但事实上,他们前面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实现,他就是袁崇焕镇守的宁愿城。 但当时袁崇焕手里只有一万人,面对诺尔哈赤六万大军,着实有点不够看。 然而袁崇焕却表现得有恃无恐,因为他早就料到了京军回来进攻。 因此早在两年前,他就开始修筑城防,囤积粮草,因为他知道清军并不擅长攻坚,而结果也的确是这样。 诺尔哈赤率军连攻两日,非但没有收获,反而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炸得死伤惨重,连诺尔哈赤都忍不住骂道。 无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,战无不胜,功无不克,唯宁愿意成不下,最后值得退兵。 而当天启皇帝得知该消息后赞约,袁崇焕血疏始众,始终调度有法,满贵等汉域孤城,始心奋勇。 虽为禁奸逆奴,然以守挫凶风,此终劳振兴家运,随将袁崇焕升任,又检督御史。 紧接着诺尔哈赤去世,其继任者黄太极率八旗军和部分蒙古军队再次进攻宁愿, 结果又被袁崇焕坚守了足足二十天,最后清军死伤数千人只得后撤。 而紧接着,他们又被镇守锦州的赵帅用火炮轰击,又损失数千人。 此一战后经三个贝勒受伤,一位皇子去世,然而尽管如此,袁崇焕非但没有获得奖赏, 反而被魏忠贤领导的燕党弹劾,最后他奋而辞官已是抗议。 但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巧合,1627年天启皇帝去世, 其帝朱友简继位视为崇祯皇帝,崇祯皇帝上位后将大肆打压燕党, 并将袁崇焕重新任命为兵部尚书,兼任幼父都御史。 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甚至信任到都军都没有派, 全权将辽东军务交给了他。 那既然如此,事情又怎么演变成了不死不休的局面呢? 这就要从崇祯当初给袁崇焕罗列的罪名说起了。 他给袁崇焕罗列了整整九款大罪,分别是托付不孝, 专氏欺饮,以氏米则资盗,以谋款则斩帅, 纵敌常驱,顿兵不战,援兵四级, 尽行遣散,兵博城下,浅邪喇嘛,奸请入城。 乍一看这九大罪状,袁崇焕简直就是罪大恶极,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?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所谓的罪状到底成不成立。 第一大罪乃托付不孝,和纵敌常驱, 其实是一件事。 他来自1628年7月袁崇焕进京的时候, 向崇祯帝做的一个承诺, 那就是只需五年,他就能平定后经。 这句话一出来可不得了, 因为崇祯他真的信了, 他先是给袁崇焕家太子太保贤, 而后又赐予他圣方保健, 除此之外,崇祯把当时国内的七成税收都给了他。 然而袁崇焕虽然牛吹了出去, 但他私底下跟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, 竟然直接了当地说这话是哄崇祯皇帝的, 因为是个人都知道, 明朝和后经打了几十年都没结果, 五年又怎么可能解决全部问题? 但袁崇焕也不是毫无作为, 他利用巨大的资源开始疯狂地铸成屯兵, 并且他还提前意识到, 蒙古可能成为后经的部署, 进而让敌军从北方南下威胁京城。 于是他接连上书, 让崇祯皇帝加强继门一带的防守, 但崇祯帝并没有相信他, 结果到最后, 黄太极真的就从那打了过来, 直接就对着皇城跟底下, 差一点崇祯皇帝连挂歪脖子树的时间都要没了, 还是袁崇焕带着人马心意驰援才击退援军。 因此, 就此而言, 托付不孝和去敌场区的罪名其实成立也不成立, 因为袁崇焕毕竟是拿着全国大部分的资源在作战, 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不作为, 反而叫皇帝自己去注意防守, 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, 而崇祯也是败在过于信任他, 因此此罪二人都有过错。 而第二款罪名专氏欺隐, 其重点其实在隐上, 而关于这点我们就要把以某款则斩帅, 以士敏则资道这两大罪连起来讲了, 首先是某款以斩帅, 这里斩的帅是当时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, 他的官职比原重患要大一级, 并且他也拥有天起地赐予的上方宝剑, 他的驻地在较皮岛, 位置在如今的鸦禄江口东的西朝鲜湾中, 那里当年是后金的大后方位置, 因此毛文龙可以时常从后方威胁后金, 使得他们不敢放心大胆地进攻, 然而毛文龙虽然位高权重, 却并没有更加卖命, 反而是归缩在皮岛上, 并且他还变本加厉地向朝廷所要良想, 历史上明确地记载他两次提兵威胁, 吓得朝廷直接把停了他两个月军饷, 而原重患深知毛文龙的重要性, 于是他亲自前去劝说, 结果整整三天,不管他怎么劝毛文龙都不肯听, 于是原重患干脆用上方宝剑将其斩杀, 然后再向崇祯请罪, 而崇祯在得知此事后虽然大为震惊, 但并没有责罚原重患, 甚至都没有骂他几句, 可见在崇祯眼里毛文龙也有点过分了, 然而不管怎么说, 毛文龙身为一品大员, 就算有错应该有朝廷审问, 他自己官职还比人家低一级, 而且还用本朝皇帝的剑, 砍了前任皇帝赐予上方宝剑的毛文龙, 不但是有点以下犯上, 还连带着给崇祯皇帝也扣了个黑锅, 导致其后来崇祯想要杀死他的时候, 把这件事都翻了出来, 至于以示米则之道, 其实这件事上到崇祯, 下到原重患都有份, 事情的起因是蒙古因为遭受严冬, 祈求与明朝贸易换取粮食, 一开始明朝并没有答应, 因为他们认为卖给蒙古人的粮食, 很可能流入后金的手中, 但此时原重患却站出来说道, 如果我们一点粮食都不卖给蒙古人, 恐怕他们狗急跳墙会直接倒向后金, 因此最后崇祯皇帝同意, 忌口卖米给蒙古人, 所谓忌口就是对方有多少人, 我们就卖多少米给他们, 如果他们要卖给后金, 那他们自己就没得吃, 本来这个计划是挺完美的, 但原重患实施的时候却变了一样, 他为了筹措军饷, 把大量的粮食不匹等卖给蒙古人, 而蒙古人也真的专售卖给了后金, 因此说他间接资敌其实也情有可原, 最后剩下的一众罪名都来源于一个地方, 那就是皇太极兵临北京的时候, 原本原重患是很快就到达北京的, 但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投入战斗, 反倒是站在一边进行观望, 而后当各路援军抵达的时候, 他非但不集中兵力, 反而让军队各自为战, 最后导致守城大将满贵战死, 而当战事结束之后, 崇祯惊讶地发现原重患军中竟然有后金的使者, 加上原重患此时一直想进城, 这样生性多疑的崇祯直接就将其视作谋反, 然而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让崇祯痛下杀手, 而压倒原重患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是他自己, 因为他的大战略明明是坚守发育, 伺机而动的战术, 而他非要给崇祯夸下五年平定后金的海口, 但崇祯帝虽然年轻但也不是傻子, 他后来自己也明白了原重患在吹牛, 而原重患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做便捷, 反而行为越发轻率, 隐隐有一点拥兵自重的意思, 因此崇祯结合他的事迹, 加上之前他善杀毛文龙, 最后朝廷奸臣们再怎么一通污蔑, 直接就将原重患塑造成了一个通敌叛国的大军阀, 而这对于处于明末风雨飘摇中的崇祯来说, 他是绝对不敢冒着风险去赌原重患是不是忠诚的, 因此他干脆一杀了之, 所以纵观原重患的所作所为, 他虽然有能力, 但处事上却不够稳重, 经常是想当然的就开始实施起来, 他或许觉得皇帝一定能理解他的行为, 但他却忘了皇帝最重要的永远是他自己的利益, 一旦你威胁到他的利益, 那么即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,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, 这一点在历朝历代都有发生, 但不管怎么说, 原重患作为将领, 的确尽到了守土安邦的职责, 但作为臣子, 他却没有做到千功仁厚的表率, 因此他被凌迟的悲惨下场, 或多或少都有他自己的责任, 至于他冤不冤枉, 反而成了千人千面的事情, 但可以肯定是挂在歪脖子树上的崇祯, 绝对不认为他是冤枉的, 因为他觉得除了他, 所有人都有错。